大家好,欢迎来到韩潇的中年讲故事。 大海晚上吃完饭就去村口溜湾,也忘记溜到什么时候,回来的时候夜色已经很浓,村里的路灯有点昏暗。 他就那么地走着回家,只是走到家门口的时候,发现厨房的灯还亮着,里面似乎还有什么动静。 大海没有想这是家里禁贼了,因为农村这些年还是比较太平的,没小偷来偷东西,但是也更害怕。 这是禁了猫,他顺手拿起一个木棍,准备进厨房看看什么情况,却从窗户那里就看到一个熟悉而陌生的人出现了。 建成,是建成吗? 那男子转过身,一手拿着馒头,一手拿着咸鸭蛋。 大伯,是我呀,我的乖乖,你啥时候回来的? 咋不给我说一声呢? 大海看着眼前的这个人,有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 可建成就明明在自己眼前,而大海不敢相信他能够回来,是因为建成已经去找他妈妈四年了。 这四年里他们联系少,大海还以为这是养了一个白眼狼。 建成是大海弟弟的儿子,现在也算是自己的儿子了。 二十多年前,建成才八岁左右,大海的弟弟得了癌症,医生说大概还有半年的时候。 这话出来的时候,一家人都沉默了。 尽管说当时大海和母亲都想再是一把,但是弟弟却选择了拒绝。 他知道父亲就是因为这个病走的,虽然现在的医术比之前的好很多,但也是回天无力,况且他还有儿有女的。 如果把钱都用在看病上,最后人才两空划不来。 所以,弟弟自从确诊之后就直接从医院回到了老家,就在老家疼着,偶尔可能会疼得翻来覆去,大海就去给他请医生过来打一针止疼的。 除了这些,也做不了别的了。 那段时间,弟弟肉眼可见地消瘦,但是肚子却每天都在变大,最后弟弟没有熬过半年,只是四个月的时间人就走了。 弟弟去世之后的半年,弟妹也选择了改嫁。 当时他本来是要把建成也带走,但大海据理力争,说什么都不肯把建成让出去。 最后经过协商,把女儿英子判给了弟妹,把建成判给了母亲。 说起来这件事,大海的媳妇也是比较有意见的,因为自己家里已经有了两个儿子,现在又多一个建成,这压力要大到喘不过起来。 大海就跟媳妇说,建成是跟着母亲生活的,又不让咱操心,所以你急什么呢? 可是大海的媳妇明白,说的是把建成判给了婆婆。 但其实更多的时候是他们来养,毕竟婆婆年纪大了,身体又有病,这孩子上小学的时候还耐够帮忙做饭洗衣服,往后可怎么办? 那不都是大海一家的事情吗? 但大海就表示,这个孩子才八岁,没了爹又没了吗? 作为大伯,如果再不帮他,他就真的没人要了。 只是这一帮就是十几年大海外出打工,就把媳妇和两个儿子留在家里,每次大海跟家里打电话的时候,就安排媳妇做什么好吃的要给建成送过去一点。 如果地里有活,也记得多干一点,毕竟建成还小,干不了什么重活。 媳妇虽然嘴上一直骂骂咧咧的,但大海说的话他基本上都能够听得进去。 而且也是那么做的,建成的所有衣服基本上都是大娘手做的,或者就是从娘家拿出来的布料,再拿到极镇上去做。 每次他回娘家都是带着两个孩子去,回来的时候那辆脚灯的三轮车里会放很多零食或者是一些蔬菜,那都是从娘家带来的。 大娘就会第一次时间给建成送过去。 还表示等下一次如果回娘家就一定带着建成农王的时候,大海还是会从外地请假回来收割庄稼的,毕竟家里几亩地如果都是靠人工,就家里的这几个人要干到什么时候呢? 大海带着媳妇,带着几个孩子,每天都在地里干活,建成也想帮忙,但是大海不让, 说孩子太小了,如果再中暑或者镰刀割到自己了,就麻烦了。 可建成还是比较懂事的,他就帮着奶奶做饭,做完饭就送到地里,在大伯和大娘吃饭的空隙,他就跟着奶奶去干活。 人虽然不大,但干起活来还是比较麻利的,这一点倒是令大海意外,一般都是干到很晚很晚才回来。 大海就把上衣脱了,直接在院子里睡觉,第二天一大早起来又下地干活,只是在穿那衣服的时候觉得有点不对劲,怎么睡了一觉? 这衣服潮乎乎的,难道夜里下雨了,还是下露水了? 大海不明所以,但干活是最重要的,于是就直接下地干活了。 中午又是送饭的时候,母亲看到大海身上的那件衣服,就说,你怎么穿上了? 不再晾晒一下,娘,你给我洗的,本来是我要给你洗,但是我腰疼,是建成给你洗的。 这话一出来,大海整个人都惊呆了,小小年纪竟然会洗衣服了。 除了农忙的时候,大海会在家,其他的时候基本都在外地打工建成,一般情况下都是跟着奶奶生活,但很多时候也会去大娘家玩。 因为大娘家里有电视,而且两个堂哥都比自己年龄大,他们都是高年级的人,所以做作业的时候也可以问问他们问题,一直到上初中那年,建成饭难了,虽然家庭特殊,学费是免除一部分,但是生活费也是一个大问题,而且怎么去上学呢? 家里就一辆自行车,两个堂哥都用了,建成就没有车子了。 从小学六年级到初一,建成都是步行去上学,也不是很远,大概就是二十公里的路程,慢慢地走一上午,也能够到家。 后来大伯知道了这件事,就直接给家里打了钱,让媳妇去买一辆车。 三个孩子怎么只能有一辆车呢? 最后,大娘给建成推来了一辆二手车。 这倒不是大娘图便宜,而是建成自己的要求,她知道一辆新车可能要好几百,但是一辆二手车一百块钱就足够了。 反正就是骑车上学,只要能骑就行,其他的也就无所谓。 有一天学校放假,建成刚到家,就被大娘喊住了。 你妈今天上午来了,说想见你,你去不去? 建成恍惚了,她已经快忘记了自己竟然还有一个母亲,也忘记了自己还有一个妹妹,只是好多年没有联系,也不知道他们过得怎样。 大娘就告诉建成,她妈妈改嫁得还不错,之前的好几年,他们一家人都去了外地。 这次回来是因为建成母亲怀孕了,回来生孩子的,建成有点难以接受,也无法接受她不知道该怎么办。 后来还是大海给家里打电话,在电话里,大海就告诉建成,那毕竟是自己的母亲,该建还是要建的,可以,不过夜可以不接受她的东西,但是建一面总是应该的,谁家孩子谁不心疼呢? 建成听了大伯的话,同意了,然而没想到的是,这一次见面之后,又是好多年没有见再过了。 一直到建成上高中那年,学费一直凑不够,她想了想,要不就去找母亲帮忙,只是那一次母亲也没钱,她才知道母亲已经好几年没有出去工作过了,一直在家里带孩子。 她的钱都是现在的老公给转账的,每一笔开销都有数,所以她也没办法,这几天奶奶一直在筹钱,甚至把家里的那几只羊都给卖了,但是钱还是不够,绝望的时候,还是大娘过来了。 大娘带来了一笔钱,说这个是大伯从外地邮寄过来的。 大伯最近也是比较着急,但工厂最近一直不开工资,这点钱还是借工有的建成的钱算是凑够了,也就安心地去上高中了。 上高中的时候,大娘也出去打工了,她的两个儿子现在也都在上学,家里开支比较大,但靠大伯一个人是扛不住压力的。 高中时每一个月放假一次,但是建成为了省路费,往往都是两个月才回来一次,或者换季的时候回来拿衣服拿被子,否则就少回来。 那次回来的时候,刚好看到奶奶一个人踩着梯子往柴火堆上爬,她担心夜里下雨把柴火给弄湿了,所以想要早点盖上雨布,防止雨水。 只是年纪大了,她爬得很慢,建成一进院子就看到了这一幕,就连忙把奶奶喊下来,自己上去盖雨布去了。 那一次是奶奶送建成去上学的,也是唯一的一次。 从家到公路上,大概要步行三十分钟,建成背着一袋子东西,奶奶手提着一袋子东西,两个人就这么走着。 路上奶奶问建成能不能考上大学,以后能不能结婚,以后该怎么办? 建成也是第一次听到奶奶说出这样的问题,她听着也一一作答了,她甚至还说,一定会考上大学,一个很赚钱的专业,等赚钱了,奶奶就享福了。 这是奶奶第一次跟自己聊未来,也是最后一次了。 建成刚去学校,每两个周家里的人就把电话打到了学校,让建成赶紧回去,可是还是晚了一步,建成到家的时候,奶奶已经断气了。 整个葬礼建成就像是傻了一样,什么也不知道,什么也不吃,话也不说,整个葬礼都是大伯和姑姑以及家里的长辈们在主持。 一直到奶奶下葬,所有宾客都走了,建成才在奶奶睡觉的那个屋里哭起来,而她也做了一个决定,那就是不上学了,直接出去打工。 她把这个想法说了出来,结果被大伯遏制住了,大伯表示不用担心,钱的事情她会想办法。 说完这话,大娘就瞪了一眼大伯,或许此刻大娘心里在骂大伯再多管闲事,但是她没有说出来。 后来,也确实,高中的所有费用一直是大伯在出,而建成也确实很争气,考上了不错的大学,只是这个费用有点多,不知道该怎么办。 这个时候,建成的母亲打来了电话,就喊她过去做暑假工,顺便再给她拿点钱,就这样算是凑齐了第一个学期的费用了。 后来的费用,大伯跟建成说不用担心,她会想办法,但建成已经做好了所有准备,她走了,住学贷款也在做兼职。 大伯就表示,咱不用贷款,我能帮你贷款就贷,我还有二哥在上学,你压力太大了。 所以,建成的大学算是在贷款和各种补贴中度过。 大海也以为建成大学毕业会找到一个不错的工作,或者定居在外地,或者是回到老家发展,但建成都没有这么做,而是去找了母亲,这一走就是四年。 这一点确实令大海有点没想到,甚至连媳妇都跟大海说,看你养的白眼狼大学毕业了,可以赚钱了,去找他亲妈了。 你算啥?你辣到了啥? 大海,让他不要瞎说,我侄子,我养他是应该的,他想干嘛干嘛咱不问,就你还想问他,人家现在理你吗? 也确实如此,自从建成毕业之后,直接去找了母亲,也很少跟大伯互动,每次打电话都说自己很忙,等有空了再打。 可是大海就这么一直等着,却一直没有等到建成有空。 大海知道弟妹改嫁的这个人还算有点本事,这几年发展得不错,他们把建成喊过去,也是为了孩子的未来着想,这样挺好的。 大海有时候想念孩子就跟建成发消息,可是刚打开手机就又锁平好自己哈。 他知道这又是一句没法兑现的话,所以就没有放在心上。 大海前几年从工厂退了下来,在家里包了地,开始干起了农活。 两个儿子现在都在外地工作,他的负担变小了一点,不过人总是闲不住,每天忙完也会抽时间去溜湾。 这一天,他出去溜湾,没想到回来的时候却看到了一个熟悉而陌生的人,原来是建成,他回来了。 大海很意外,就问他这次回来住几天,什么时候走不走了,我就在老家找工作,以后我还得常回村里呢,到时候就住你家了。 大伯不回去了,那你妈呢? 我大学毕业是因为要着急还账。 我妈那边给我找的工作也专业对口,开的工资也高,后来我慢慢自己开了公司,年收入也不菲。 而且,我确实是想妹妹了,所以就过去了,没想到工作后还认识了一个女朋友,这就一直在那待着,不过现在回来了,我也快结婚了。 乖乖还要结婚了,大海惊讶道。 对,到时候在家办婚礼,你就当我们的长辈,到时候我跟媳妇给你敬茶,以后老了我和媳妇给你养老。 这话一出来,把大海逗得哈哈大笑,他笑道不是因为建成要给他养老,而是建成终于要结婚了,他这颗悬着的心也算是放下了。 他很高兴,比自己儿子结婚都高兴,他作为大伯也算是把自己的任务给完成了。 建成结婚之后也没有离开家太远,周末或是放假的时候,一旦有时间,他就会回来看看大伯和大娘。 偶尔会路过街上,买一只鸡回家,亲手给大伯大娘做顿饭。 这样的生活,其实建成也幻想了很久很久。 下面请听另一则故事。 这婚老娘不结了,结婚当天,婆婆拒绝给我改口费,在我跪着叫妈敬茶的时候,她一改常态,冷着脸让我在地上一直跪着,不接不理我,直接把茶水泼在她脸上去。 你的这婚我不结了,这场婚礼我期待了很久,我以为会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一刻。 此刻却被婆婆讥讽地嘲笑,毁掉了所有美好的期望。 房间里围着许多人,伴娘伴郎,还有摄影团队,因为习俗,我爸妈那边是不能过来的,只能等婚前仪式结束,婚礼正式开始的时候再去现场。 而此刻,我的准老公在我尴尬举着杯子的这三分钟里,我无数次看向他求救,他都跟他妈一样无动于衷,我甚至不知道是何时得罪他们家的。 在这之前,婆婆一直对我都是客客气气的,关心我,照顾我,对我宠爱有加,我甚至怀疑眼前这人是不是我那善良的婆婆妈请喝茶。 沉默了有一分钟,我再次开口,结果还是一样,他眼神看起来高傲又自豪。 我不知道他在得一个什么劲儿,我也实在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。 我又叫了一声周围的伴郎伴娘,小声议论起来,到底怎么回事啊? 明明之前这婆婆都客客气气的,干嘛非要在结婚的时候这样? 我只觉得脸烧,我活了二十八年,爸妈对我也是百般宠爱,从来没遇到过这种难堪的事。 请喝茶。 我深呼吸一口气,不再去求助那个没用的男人,他依旧看着我,但不接茶水,已经不太热了。 换成了我的脑子一热,我仰手将茶水直接泼在了他的脸上。 不接,那就别接了。 徐念仙反应过来的是周恒,也就是我那个废物准老公。 你干什么? 你周恒他妈还错愕地看着我精致的头发上都是茶叶,他似乎不敢相信事情会发展成这样。 你,你这泼妇,他终于反应过来,一巴掌将我扇倒在地,嘴里恶狠狠地骂着泼妇,场面失控了,我也没忍住,但还是秉着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,反手给了他儿子一巴掌。 气不过,实在气不过,长这么大,从来没有人敢打我的脸。 周恒果然是个废物,被我打了也一声不吭,反而是他妈急了。 你敢打我儿子,我跟你拼了。 周恒连忙拦住自家老妈妈,你冷静些,她都怀孕了,你别气她了。 听到这话,我才真正气笑了,早知道我不能生气,让我跪着的时候,她干嘛去了。 她妈推开儿子,似乎是觉得委屈,突然就跪在地上哭了起来。 哎呀,没天理了,儿媳妇都敢打婆婆了。 她又看到摄影机,跑到摄影机前就去哭,我的命好苦啊。 一个人拉着大两个孩子,好不容易娶个儿媳妇,还欺负我这把老骨头啊。 我真的气得肚子疼了,我怀孕四个月了,从两个月前发现后,周恒就向我求婚了。 他哭着说会让我和宝宝幸福一辈子,在一起一年,他对我无微不至,也从来不抽烟不喝酒,没有任何不良嗜好。 我爸妈都很满意,说周恒是一顶一的好男人,要我好好珍惜,于是他求婚我就答应了。 他爸去得早,家里只有妈妈和一个姐姐,他妈开了一家早餐店,靠着这个小店把一儿一女都拉扯大。 女儿也被国外的名校录入,儿子也考上了国内一流大学,考了研究生,正在考编制。 在听到这些事迹时,我由衷地敬佩他的妈妈。 我跟周恒是表姑的朋友,王仪介绍认识的,他和我差不多的学历和工资。 身高一米八十一,表人才,清爽干净,阳光帅气,是我会喜欢的类型。 我们俩对彼此都很满意,聊天的时候发现连兴趣爱好都差不多的相似,聊得很愉快,临走时互换了微信。 和他认识的那年,我二十八,比他大两岁。 而我工作多年都没找过对象,一是因为我的工作正在上升期,实在没空去认识别人,二是公司禁止办公室恋情,如果被发现的话,两人一块走人。 我花了三年的时间,才慢慢升到如今的职位,月薪两万,五险一金,还有双修,实在舍不得丢掉这样的好工作。 至于现在又愿意找了,是因为我爸妈实在催得紧。 和周恒聊了一段时间后,我们正式确定了恋爱关系。 一年后,也就是今天我怀孕四个月,领证的日子定在我们办完婚礼的第三天。 我爸特意请高人帮忙算的。 周恒他妈一开始就觉得不妥,哪有先结婚再领证的,听闻是高人算过的,他也没再计较。 周恒说他家年前才全款买了车,加上要置办酒席,目前还没有太多积蓄,财礼我就象征性地收了三十三,零零零,加上三金那些差不多有五万。 我家并不缺钱,我爸妈有一家开了十多年的小商店,生意常年兴隆,又逢前些年疫情,赚得盆满钵满,然后在老家买了几套房子。 去年老家买的房子又因政府修路要拆迁。 那几套房子的拆迁款下来,我们一家子这辈子都不愁吃穿,所以我爸妈也不在乎这点彩礼,甚至还要再给我陪价一辆车。 周恒说车就不赔了,我们两个一起买一套房就可以了,我们两家付一半的首付,然后贷款,两人婚后一起还要求,并不算过分。 我爸妈就同意了,他们说只要周恒耐对我好,够上进就足够了,可他们一家却早就算计好了,要硬生生地毁了这桩婚事。 周恒把他妈从地上拉起来劝慰道,好了吗?这么多亲戚还等着呢,他又过来安慰我。 念念,妈这也是高兴糊涂了。 你别往心里去高兴,你看他高兴吗? 你去接我的时候,我爸妈给了你两万的改口费,你们家一分没有我也忍了,凭什么还要我一直跪着? 周恒他妈又骂了起来,谁知道你是个暴脾气的婆妇,早知道你是这种女人,根本不配当我儿子的媳妇,我们那个时候,婆婆不也是这么对我。 且不说我跪了半个小时,跪完还不是要勤勤恳恳地伺候公婆。 他又说,现在的人不用伺候公婆也就算了,跪一会儿还这么大的脾气,我是真的无语了,感情是他当年受了委屈,如今要报复到我身上,凭什么我要为他的委屈买单? 我取下了头顶的婚纱,扔到了地上。 我确实是个脾气大的,是你儿子配不上我,这婚我不结了,他妈一声冷笑。 哼,不结,你肚子里还有我家孙子呢?不结,你试试。 我不敢吗? 我给了伴娘团一个眼神,我的伴娘团围了过来。 阿姨,确实是你们做得不对,还打人,你们再这样,我们要报警了。 打人不是他先泼我水的吗? 现在外边那么多宾客等着呢,说不结就不结,我这损失谁来陪。 周恒全程默不作声,直到听到报警,才把他妈拉住。 妈,真的别闹大了。 念念现在怀孕四个月了,酒店那边也都置办好了, 现在她不愿意了,我们怎么办? 他妈气了个半死,却又因为这番话冷静下来。 行,那你说怎么办? 他妈看着我不结了,我冷冷地盯着他们,我不跟你结婚了,周恒听不懂人话吗? 你不结婚,你想干什么? 你还怀着我老周家的孩子呢? 他妈像是终于冷静下来了。 或许是见我态度如此坚决,害怕真的不结了,眼珠一转,又哀压了好几声。 那个念念呢? 妈,没想到你会有这么大的反应。 妈结婚那个时候跪了半个小时,我想着你怀孕了,跪上几分钟就行了。 妈不是诚心想为难你。 你看妈之前对你那么好,我想吐,好。 你对我可真好啊。 我冷笑,阿姨,您这茶到底也是没喝下,就别说什么妈不得了。 周恒马上重新倒了一杯递给我念念,我妈真没那么多坏心眼。 今天大好的日子,别气坏了身体。 我反手将茶杯打翻,现在知道我生气了,跪着的时候,你干嘛去了? 我需要你的时候,你干嘛去了? 他妈脸色一变,又想发火,却硬生生压了下去,又挂起一个虚假的微笑。 念念,对不起,是妈的错,妈给你道歉。 他拿出手机,当即给我转了一万块钱改口费,妈给你了,茶妈就当已经喝了。 收拾一下,咱们也该去婚礼现场了。 我拿出手机,把钱退给了他,又给我爸打了一个电话,电话里我只告诉他我不结婚了。 他说了一句等着,马上就挂了电话,我不想和你们再说了,不结就是不结。 我自顾自地坐在沙发上,招呼我的伴娘团们也坐下的时候,其实我已经不那么生气了,只感到庆幸,还好是今天就发现了他们露出的马脚。 真心对我好的话,一个个为什么要让我受委屈,又为什么在我需要的时候逃避? 在那五分钟里,周恒哪怕一开始护着我一点,为我说一句话,我都可以为了他不跟他妈计较,可是他一眼都没看过我,甚至他有可能提前就知道这事儿,那我凭什么要嫁给这样一个故意伤害我的人? 而且是怀着四个月身孕的我。 周恒看我态度坚决,竟然当着所有人的面直接向我跪了下来。 求你了。 念念,外边那么多人都等着呢? 他的伴郎团,你看看我,我看看你,没一个敢说话的。 我摇头,不可能了。 那孩子呢? 周恒又问我,孩子怎么办? 与你无关,我爸来得很快,打完电话十几分钟就过来了,他推门而入,跟着来的还有我妈,亲家公亲家母。 周恒他妈又开始哭,他上去就抱住我妈。 哎呦,可怎么办呀? 我就让他跪了一会儿,他又是泼水,又是打人,不等我开口,我的伴娘团就给我爸妈还原了真相,听完后,我妈直接推开了他妈。 闺女,你说不结,咱就不结。 我爸一把推开周恒,将我拉起来护到身后,你们家这还不算欺负人呢? 还不就是仗着我闺女怀孕了,哪准了他不敢悔婚? 没有没有,周恒他妈急了,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。 我扑斥一笑,错,您确实错了,但是周恒我看向他,你能不能告诉我,你为什么不来帮帮我? 周恒愁愁半天才磨叽道,我妈说了,好了,别说了,我看着众人,我不嫁,妈,宝男再见。 我跟我爸妈回了家,我爸妈倒是没什么来的亲戚,重新请了一桌,礼金也全部退了回去,说女儿不结婚了,请大家见谅。 吃好喝好,众人一头雾水,但看在有饭吃的份上也没多说什么,反倒是还劝慰起我爸来,说什么有福之女不进无福之门。 我爸可算是笑了笑,说得对,可没想到我结婚这事儿在网上也闹得沸沸扬扬,不知道是现场的谁站在窗边偷拍了一段视频,标题上写着《毁婚现场好刺激》。 视频里,我正反手给了周恒一巴掌,周恒拦住他妈。视频戛然而止,朋友圈好多人都刷到了。 包括我的同事,于是公司里的人都知道了我毁婚的事。不仅是毁婚,连怀孕的事也被领导知道了。 收到领导的消息时,已经是两天后的周一。我正准备去上班,领导却告诉我,让我在家休息,怀孕了就不要乱跑。 但我的项目还差最后一点,我本打算做完后再休产假。领导说这件事对公司造成了不好的影响,就让我先好好休息,其他的以后再说。 这句话意味着我被停职了。可就在当天,我又收到了一封邮件,是婚礼摄影师发给我的结亲视频,钱早已经付了,婚礼虽然没成,但视频他也如约给我发了过来。 我打开视频,从开头周恒来我家接亲,我爸妈我哥红灼眼送我出门,到周恒抱我上车去了酒店,接着就发生了接下来的事,最后周恒他妈一直看着我跟我爸妈走了。 但视频还没有停,只见镜头一转,对准了地下,视频里也只剩下周恒和他妈的声音。 怎么办?早知道就不听你的话,现在搞的这处到手的房子都没了,你急什么?他肚子里的孩子就是咱们的把柄。 再说了,那你奶奶当年那么对我,我现在这么对你媳妇,不是很正常吗? 谁知道王仪介绍的这姑娘脾性这么大,只听周恒叹了口气,哎,妈也不知道那王仪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。 那拆迁款这么久了,也没动静。 应该是吧?我打听过,没错的,反正现在孩子也有了,他闹就闹,还能把孩子打了不成。 我的心情很复杂,不知是该哭还是该笑。 我把视频给我爸妈看,我爸妈也在难受之余庆幸,还好现在认清了这家人的真面目,原来是一家子的坏种。 还好宝贝女儿没嫁过去,我妈也自责。 因为拆迁这事儿,表姑的朋友确实是亲口问过,她就如实说了,没想到还会被有心之人盯上。 我妈哭了起来,看着我的肚子,都怪我识人不清,遇到了这家畜生,我爸安慰她,我看那孩子也很好,谁知道是庄的呢? 这事儿谁都不怪,要怪就怪他们家心肠歹毒,太会伪装。 事情还没结束,当晚周恒又带着他妈上了门,周恒他妈提着两盒燕窝耳。 媳妇,我们来看看你,听到动静后,我爸过来站在我身后不悦道,我闺女可没有嫁到你们家,别在这乱叫。 周恒对着我爸鞠了个躬,态度诚恳。 伯父,念念,对不起,我诚心给你们道歉,都是我们家的错,但孩子是无辜的。 他不能一出生就没有爸爸,这件男人还不死心。 我低着头沉默了一会儿,假装哀伤叹了口气, 爸,你别说了,他说得对,孩子是无辜的。 周恒一家子脸色舒展开了,他妈也连忙道, 哎,是是是,都是妈妈的错,过两天就是领证的日子了,可别耽搁了你们领证。 我摇摇头,这是我得跟我爸妈重新讨论一下,毕竟婚礼不欢而散,这孩子眼看着也大了,婚礼就不用再举行了,但还要商量一下什么时候再领证吧。 几人面面相觑,好,那我们家长再商量商量。 时间定在了当天晚上,周恒一家人迫不及待地邀请我爸妈再去讨论这桩婚事。 周恒他妈态度非常地诚恳, 亲家,这事都是我这个老糊涂的错,让小两口难堪了, 更何况念念还怀着孩子呢,咱们都老了, 这日子以后都是小两口的。 我爸点点头,话是这么说,但我女儿的人生大事就这么被毁了,我们还怎么在众人面前抬头。 那亲家你们是什么意思? 拿出二十W重新下聘来把我的女儿娶回家。 周恒他妈面露难色, 亲家你非要把事情做这么绝, 这酒席没办成,我家也浪费了不少钱,亲戚面前面子都丢光了。 你现在要二十W,我上哪去给你找? 我爸冷哼一声,那还不是你家自找的,拿不出来,这孩子大不了不要了。 我爸态度也很坚决,要他们家一定要拿出来这二十万不要孩子。 这句话像是彻底激怒了周恒他妈,红了脸,猛地站起身,不要孩子。 你们敢,这是我老周家的种,你们动一个试试。 我爸倒是不急不躁,要娶我女儿,首先得拿出诚意来。 我知道你们家不缺这二十W,要不然我也不会说这话,我也不占你们便宜。 等小两口结婚,我全款给两人买一套房子当陪嫁,这样对两家名声都好。 周恒拉住他妈妈,我觉得伯父说得很有道理,周恒家的房子不大,还是在一栋老小区,妻室多平的两室一厅,女儿一直都是跟妈妈睡。 儿子单独一间大房子,孩子是养得起,可是房子买不起。 听到能有一套全款的房子,周恒他妈才算冷静下来。 亲家,这二十W我这一时半会儿还真拿不出来,那就不是我要操心的事了。 我爸说,最后他们家还是答应了。 毕竟舍不得钱,套不着孩子,很快到了提前算好的要领证的日子。 前一天晚上,周恒就将二十W转到了我的卡里,之后他发来消息说他妈把早餐店转让了,才有了这些钱。 我回他一句,嗯,又告诉他,我也有件好事要告诉他。 我家老家的房子拆迁款下来了整整八位数,周恒没有露出什么马脚,表面淡定说,以后一定不会再让我跟孩子受委屈。 到了领证这天,我人间蒸发了,我将周恒所有的联系方式拉黑,找了个医院,将孩子引产。 那是一个已经有了形状的男婴,小小的一点点,可惜他并不是爱情的结晶,生下来也注定不会有好命运。 我回想起喝醉的那个晚上,我和周恒在一起一年有过几次的生活,但都做好了措施,发现怀孕的时候我还在内闷为什么有措施也会中招。 我查了资料说,有措施也不是百分百的安全,但心里始终还是觉得不太对劲。 直到那天,在那个婚礼视频的最后,我听到了一段话,这段话我没有给我爸妈听。 周恒妈?那她如果真把孩子打掉怎么办? 好不容易才趁她喝醉故意让她怀孕的,以后可就没机会了。 你傻呀,女人最怕的就是没了真结,你说她又不结婚,还怀过娃,这要是传出去,以后她还怎么嫁人? 她呀,只会怕自己嫁不出去,她不敢打掉的。 我不敢吗? 听到这些话我只想笑,现在都是什么年代了,女性凭什么还要为男人带真结牌坊? 我未婚先孕,我干嘛丢人?怀的不是她儿子的重吗?是她儿子干的事,我丢什么人? 我只是一个正常女人,拥有过一次正常的生活,被她儿子故意欺骗怀了孩子,凭什么会是我的错? 我唯一的错就是识人不清,中了奸人的计,我也只是一个受害者,我有什么可丢人的。 为什么要害怕嫁不出去? 为什么一定要嫁人? 我这么优秀,不仅有钱,还有失业。 我到底是多想不通,才会仇嫁。 我在医院躺了一周,其实也没什么事,就是喜欢住着。 一周后,我将孩子的尸骨打包,因为是个男孩,我用蓝色的毯子包了起来,快递给了周恒家出院。 这天真是太巧了,刚到我家单元门口,就看见周围了一圈的人。 我走过去,只见单元门口周恒跪在一旁,怀里抱着那蓝色毯子,她妈披头散发,躺在地上哭,边哭边喊,徐念,你不得好死,你不得好死。 楼上的我爸妈看到我也赶忙下来。 物业保安已经报了警,我推开人群走了进去,她妈一看到我哭得更大声了,上前抱住我的腿。 贱人,毒妇,你还我孙儿命来。 周围的人也开始窃窃私语,这人可真很毒啊,自己的孩子就这么不要了,现在的年轻人真是冲动,那可是一条命啊,毒妇,还我孙儿,还我的钱。 我这才听明白,感情孙儿是附带的,关键是来要她家的二十W的,你们一家字骗了我的钱,又害了我的孙儿,我不活了。 我爸妈及时赶到,将我拉出来护在身后,而周恒她妈更急了,疯了似的上前扯住我的胳膊,不许走,不许走,不许走,还钱,她妈不知道从哪摸出来一把剪刀,对着我的胳膊就戳。 还好剪刀不够锋利,只是戳破了皮,血顺着胳膊直流。 不远处警笛声响起,没一会,警察也赶了过来,看到我受伤,又看到有人拿凶器,警察马上将她妈制服,我先被送去了医院处理伤口,其余的人跟着警察回了警局。 我赶到警局时,他们已经面对面坐在调解室了,我要报警,他们骗钱。 警局里周恒她妈在调解室大喊,那是彩礼钱。 我爸解释道,谁骗钱了? 毁婚了,还叫彩礼钱吗? 我要去法院告你骗钱,还要告你们害了我的孙儿。 你尽管去告,但你害我女儿受伤,我跟你没完。 周恒她妈怂了,安静下来。 我进来后,警察让我们自己来决定要不要和解,我当然不会原谅他们。 周恒她妈当即就被警察带走。 那是商人拘留十五天,她妈不服,说要告我们,说我们骗彩礼钱,警察让我们都别吵。 随后,我站出来讲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 彩礼的问题,警察也没法下定义,要打官司可以去法院起诉。 我当然不怕他们家起诉,彩礼钱我们也会退,但我就是要让这钱以最艰难的方式回去,就当是给她的孙儿赔罪了。 孩子最后是我爸找了人给火化了,还念了经,然后立了快碑。 这辈子我和她没有缘分,希望下辈子她能投生到一个好人家。 调理好身体后,我又重新回到了公司,只不过这一次我是去辞职的。 我爸妈打算直接开个超市,让我回去一起经营。 至于周家人,周恒她妈从警局出来后,就把我家告上了法庭。 开庭那天,我的律师也已经把所有的证据都整理好,他们要20W的彩礼返还,索要了精神损失费和务工费等等,一共40W。 而我的律师在将那视频播放出来的时候,在场的人都沉默了。 周家母子傻眼了,他们完全不知道还有这茬,只能睁眼说瞎话,说这是偷露,不算证据。 法官重新提醒,这并不是偷漏,这是婚礼录像,大家都知情。 法官问原告是否承认故意让被告怀孕这件事。 周恒沉默着点了点头,事实摆在面前,谁也没办法说不是,最后因为考虑到我怀孕的事,彩礼被判返还一半,并且还要额外赔偿我的精神损失费。 至此,周家想当凤凰男的梦想落空了,代价是赔上了他家的早餐店。 我以为事情就此过去,没想到没过多久,我的社交账号上突然酒家的消息。 随手发的几个日常作品里也全部都是恶意评论,我花了一天才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。 原来是周恒他妈找了一个娱乐日报,完全扭曲事实地造谣我骗财里,为此狠心打掉了四个月的孩子。 评论里全部都是骂我的,甚至有人扒出了我的地址,周恒倒是换了个号码,给我打电话,说自己毫不知情,让我不要跟他妈计较。 我挂了电话,又一次拨打了报警电话,我本想他家碰了必吃的教训,就不再计较。 没想到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挑战底线,我把婚礼视频原样发了出去,视频一发,评论立马反转,又全部都是为我说话的。 网络的真真假假,又有谁能真正看得清呢? 那些曾经骂我的,很快就倒戈一片,又来给我道歉,没想到这婆婆这么会倒打一耙。 姐姐干得漂亮,打得好,支持。 这孩子本来就不该出生,看看这家人的嘴脸,骗女孩子未婚先孕,还想吞人家的财产。 姐姐看看我,我是你流落在外的亲弟弟。 这些评论我也无心在看,也并不会影响我的情绪。 网报的风转向了刮到了周家人身上,周恒天天来门口给我道歉,让我把视频删了,说他妈已经被骂得每天以泪洗面,是忏悔的眼泪吗? 谁信我又有什么错?我只是讲清楚了事实,随后我也起诉了他家造谣诽谤。 再次开庭,周恒他妈被判了一年,无论他如何哭诉,如何辩解,证据都摆在那里。 因为这件事,周恒考编制时的正审也没有过,听闻他妈哭得晕过去好几次,醒来时嘴里还是在骂骂咧咧地骂我。 经过此事,全是乃至全国都知道了这位恶毒婆婆的故事。 后来我把我这几个月的经历撰写了一篇文章,发表在我那个出了名的账号里。 有些坏到骨子里的人,他们善于伪装,为了拿捏女方,故意让其未婚先孕,以为这样就可以拿捏对方,可女性不应该被任何人利用。 哪怕真的遇到了坏人,也要勇敢地去对抗被害者,从不丢人。 这件事过去很久后,我还是在那个王仪嘴里又听说了。 后续听闻周恒一家人彻底出了名研究生毕业找工作,倒不难,难的是他上哪儿都是出了名的名人。 周恒他妈还想给他找媳妇,愣是找了半年也没再找到,因为他妈坐过牢,他诈骗女孩子还是个妈宝男。 我也在,懒得去听他家如何,因为这点污渍在我未来光明灿烂的人生里算不得什么番外。 我家超市因为是全国连锁,运行起来后就越来越轻松,招了很多负责人,很多员工,而我们每天唯一的工作就是坐在办公室里当老总,我妈干脆打算退休养老了,留下我爸多少再帮衬我一把。 超市有了主管又负责人后,其实我也管不了太多的事,我爸妈也实在清闲,爸妈闲下来之后就又开始想抱孙子的事,人老了,嘴上说着我开心就好,实则也无法真的放纵我去孤老一生。 随着时间的流逝,越来越担心我的未来是否能幸福美满。 我也并非完全抗拒婚姻,只是觉得很难再遇到愿意付出真心的人。 所以,在我修整了一年后,我妈开始又给我介绍相亲对象。 相亲这种事也算是不靠谱中最靠谱的。 不靠谱的是人,就像周恒一家,是又算计又坏的人,靠谱的是这次我长记性了,也不会再轻易被骗了。 我妈还心有余悸,拿到手的资料,这次都要亲自去摸底,去打探,彻底了解,心里有了底他才会让我去。 这次我家的条件都是摆在明面上的,同样对方也跟我家条件相同,算得上门当户对,只是去认识了好几个,我都不太满意。 家庭不错的人不代表他人品也不错。 油腻的自大的一上来就问我能不能接受当全职太太的。 说要把他妈、他爸、他哥哥、嫂子都接来一起住,他想要个温暖的大家庭,还问我做饭好不好吃,我当时就拿出了补妆镜递给他,他问干什么。 我说家里要是没镜子我送你一块。 简介里说,一表人才只占了两个字,一人说人也是抬句,他怎么好意思说出口。 回家我就跟我妈吐槽,因为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一些男人总喜欢把女强人娶回家,变成她的嫌妻良母,而成为她想要的样子后又嫌女人在家吃她的,花她的不赚钱,能赚钱的时候她喜欢把女人拉下泥潭,赚不了钱又嫌弃她没有价值。 我妈叹了口气说我算是想通了。 估计啊,像你爸这样的好男人并不流通,找到一个就安稳下来了,总在市场上流通的确实好不了哪去。 自此我妈放弃了给我相亲,不过我总是还相信,只要自己足够好,内心足够强大,一切的美好才会愿意奔向自己。 就像那个晚上,想着天气不热,可以吹吹风扇散步,结果没一会儿变了,天突然下起了大雨,我赶紧躲在附近的公交车站台下,站台里迅速挤满了人,我打开打车软件,发现全部都是打车的,估计我已经算快的了,但前面也还是排了三十多个人。 我关了手机,想着等会儿就等会儿吧。 雨越下越大,路面坑坑洼洼的,多了好几个小泥潭,公交车快速驶来又停下,就在被溅到水的瞬间,身旁冒出来两个男人,帮我挡住了水。 他们两人的裤子被水溅湿,而我的白裙子安然无恙。 我抬头,对上了一张再也熟悉不过的脸,周红许久不见,但我还是一眼,就认出来他变化很大,眼里没了灵气,双眼下面淤青的黑眼圈和一些白掉的头发。 我又看向另外一个帮我挡水的男人,我盯着他看了好几眼,熟,很是面熟。 那个你是男人? 叹了口气,徐大王这个外号勾起我童年的回忆。 许家燕,我想起来了,你怎么在这? 你不是出国了吗? 什么时候回来的? 他跟我印象里一样,不太爱笑,总是小小年纪就皱着眉头,以至于现在眉眼处有一条隐约能看见的纹。 回来没多久之前,才给阿姨打了电话,说你在超市这边,特意过来找你。 小时候,我们是一个村的,他比我小三岁,是我的小跟班。 后来他爸妈进了城做生意,把他带走了,暑假的时候也回来过几次,每次都会跟我在一起,疯完。 再后来他爸妈就把他送出国留学,而我也来到了市里,自此再也没了交集。 十年了,我感慨你怎么长这么高啊? 我还是会把他当弟弟,我想跟小时候一样摸一下他的头,但是他太高了,我摸不到。 许家燕笑了笑,笑容阳光又灿烂,反手摸了摸我的头,念念姐,我长大了,嘿嘿。 闻声,我转过头,发现周恒还在一边,周恒比许家燕要矮大半个头,看的时候还得抬头,他指了指许家燕。 问,这位是,这跟你没有关系吧? 我不太想搭理他,倒是许家燕主动伸出手跟周恒打招呼,我认识你,你就是周恒是吧? 我叫许家燕。 念念的发小,周恒尴尬地收回了手,你呢? 你怎么也在这儿? 周恒搓了搓手,不自然道,刚从你下班就跟着来了。 许念,我妈病了癌症,你能不能救救我妈? 她说着差点跪下,还是许家燕眼急手快一把拉住她,不然又要被围观。 事实上,周围已经有人听到了对话,拿着打亮的眼神,在盯着我看了。 你妈就是死了,也和我没关系吧? 我郁闷道,许念,你别这么狠心好不好,以前都是我的错,我妈也是爱子心切,她这些年真的知道错了,她真的受到惩罚了,现在她真的快不行了。 你家那么有钱,我求求你,你就借我十万块,我一定会还给你。 她情绪越来越激动,越靠越近,许家燕马上挡在了我们中间。 你家伤害我们念念的事,我都听说了,请你再也不要来骚扰她,再这样,我会报警。 许家燕撑其伞搂住我的肩膀,临走前又留下一句,如果你再敢骚扰她,许氏集团会让你在哪里都找不到工作。 好吧,这小子有点小酷。 坐上许家燕的劳斯莱斯的时候,我还一脸猛,许家燕这些年赚了不少吧。 你说什么? 许氏集团,许家燕,笑笑,是我家的,还有我来找你,我爸妈都很支持,她看向我的眼神发着光。 毕业后,我就去了家里的分公司,这些国内靠我爸,国外靠我也发展起来,他们才同意我回来。 许氏集团,我也不是没有耳闻,本事也有好多许氏的楼盘。 我低下头不知该如何回答,所以她是什么意思? 许念,我喜欢你,我来找你了。 听到她说的,我又抬起头,难以置信,不否认,我是无法抗拒许家燕的。 毕竟她完全长成了我的理想型,阳光开朗又稳重,最重要的是,我的理想就是找个一米八以上的男朋友。 可是我摇摇头,许家燕,我比你大,而且我家也没那么富裕,是个拆迁户,我还差点结过婚,还怀过孩子,不行的,不合适。 许家燕收回了笑容,她的手抬起我的下巴,强迫我去看她的眼睛。 她表情严肃,又皱起眉头,念念,不许这么说自己,拆迁户怎么了? 不也是靠自己的努力才买的房子,怀过孩子怎么了? 你只是很认真的去谈了一段感情,想要去过美满的生活,这些不是你的错,伤害你的人才罪该万死。 而且我也有错,我如果能早些回来,早些向你表白,我的眼泪不受控地流下来,我摇摇头,你这么好,不应该找我的。 许家燕抹去我的泪水,把我抱紧怀里,紧紧地抱住。 我只会心疼你,心疼你受了那么多伤害。 对不起,念念,是我来晚了。 念念你真的很优秀,我一直都关注着你的生活。 我知道你是个很优秀的人,你一点都不差,你值得最好的,你就是最好的。 或许是许家燕的话安抚了我,或许是车内的空调太过温暖,又或者是温暖的是许家燕的怀抱。 我睡着了,再次醒来的时候是在家里,我揉着眼睛走出房间。 客厅里,妈妈和许家燕的妈妈在一起聊天嗑瓜子。 我爸,许家燕的爸爸还有许家燕在厨房里做饭,许家燕把饭端到餐桌上,醒了,来吃饭吧,做了你最爱的娇颜鸡翅。 我妈和许家燕的妈妈也看过来,阿姨叔叔,好久不见。 许家燕妈妈笑着站起来,从包里拿出了一个红包,念念呢,好久不见,越来越漂亮了,给拿着阿姨的一点心意,我有点不好意思接。 我妈哀了一声,念念快谢谢阿姨,我只好接过。 饭桌上大人们聊得热闹,诉说着从前,还提到了我俩,说我就是个小魔王,总喜欢披着床单当大王,让燕燕喊她大王万岁。 饭桌上,大家都笑了起来,我有些不好意思,那会儿燕燕回家还跟我说,燕燕姐真的好厉害,我以后一定要让她当我媳妇。 大人们又笑了起来,我就问她,燕燕姐那么凶,你就不怕那会燕燕还不乐意了,说,不许你们说我的大王。 哈哈哈哈哈哈,笑声此起彼伏,假当事人低着头,默默啃鸡翅。 哎,燕燕,我妈打去燕燕,现在还想不想娶姐姐了? 许家燕看了一眼我,又低下了头,红着耳朵点了点头,想全家一阵起哄声,这大概是我吃过最快乐的一顿饭了。 后来我打开了那个红包,十,零零一块。 许家燕说,我妈说了,你就是我家的,万里挑一。 哦,我妈说了,万里没有什么 р它绰撕。 原来自私随手里,我们就以为我家族的 quite帮助你喂。 感谢观看